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睡不好对健康影响很大 在正常的睡眠过程中 我们的脑细胞以及身体的脏气 都会得到修复 那么人的健康才有保障 虽然失眠的 原因很复杂 但是我们身上有些穴位 对睡眠是有一定的帮助 下面向大家分享两个穴位 一个是声脉 一个是叫喊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生脉穴在竹外侧部 外怀 直下方凹陷中 就在这里 浇海穴位于人体的竹内侧 内怀间 下方凹陷处 就在这里 好找到这两个穴位 我们就用拇指指腹点油 就这样保持一定的压力 旋冲点油 每个穴位五到十分钟 坐完一侧再坐另一侧的穴位 很多人睡不好在传统养生里 多因劳逸失度引起阴阳失焦 阳不入阴 所以在该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睡意 那么生脉穴和照海穴都是八脉交汇穴 我们长期坚持暗游 生脉穴可以引阳入阴 暗游照海穴可溢水生阴 这两个穴位搭配使用就可以调节阴阳 阴阳平衡我们就会更好睡 好希望这两个穴位对大家的睡眠有帮助 本身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